小银河,你今天终于被本大爷给抓住了,我现在就把你带回黑暗军船,去吸收你奥特勋章里面的能量。 不料在返回途中,居然碰到了小赛罗。 小赛罗,你快跑,贝利亚要抢我们的奥特勋章。 贝利亚,你这个大坏蛋,竟然又打我们奥特勋章的主意,竟然还绑走了小银河。 小赛罗,本大爷今天心情好,就只抓小银河一个人,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,免得我连你一起给抓了。 而且我还知道光之国的所有大奥特曼们都出去执行任务了,现在你们这群小屁孩,完全度不是我的对手,算了,不想在这里跟你再废话。 我还急着回去吸收小银河奥特勋章里面的能量呢,我先走一步聊。 贝利亚,你给我站住,赶紧放了小银河,小伙伴们赶紧过来,和我一起抓住贝利亚呀。 听到小赛罗的叫喊声,其他小奥特曼也一起过来,追着逃跑的贝利亚,一会儿小奥特曼们便将贝利亚团团围住。 你们这些小奥特曼还真是自不量力,特别是你小赛罗,整天只会哭鼻子,现在想要靠什么阻止我抓小银河呢? 另外跟你们说了,我今天的目标只有小银河一人,你们其他人今天暂时不抓走,识相点的就赶紧走吧。 随后贝利亚直接扛着小银河,往黑暗军团飞去了。 小赛罗,你是我们的老大,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呀? 兄弟们,现在光之国只剩下我们这些小奥特曼了,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救小银河了,可是贝利亚太强大了,我们太弱了呀。 你们听我讲,靠我们自己肯定没法救小银河,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找神秘四奥,他们肯定有办法帮助我们救出小银河的。 小赛罗,你赶紧开你的小飞机带我们过去吧,晚了的话,小银河就危险了。 随后,七个小奥特曼便乘坐飞机过去找神秘四奥帮忙了,小伙伴们赶紧发点小鲜花,给他们加油吧。 诺亚前辈,赛家前辈,我们来找你们帮忙了,我们的伙伴小银河被贝利亚抓走了,求求你们想想办法救救他吧。 小奥特曼们,我们俩个人在修炼,无法中断,要救小银河,只能靠你们自己了。 两位前辈,你们不要开玩笑啊,我们这么小,哪里是贝利亚的对手啊,根本就救不出小银河呀。 贝利亚最怕狗头攻击了,只要你们七人同时发动狗头攻击,贝利亚肯定会落荒而逃的。 各位兄弟,诺亚前辈已经告诉我们解救小银河的方法了,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打贝利亚吧。 贝利亚,你赶紧把小银河还给我们,不然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,你现在可不要小桥了,我们七个小奥特曼。 哈哈哈哈,我还以为谁来了呢,原来是你们七个小奥特曼自己送上门来了,十项点的就乖乖交出你们的奥特勋章,免得我动手打伤你们。 小赛罗,你们快跑啊,你们根本就不是贝利亚的对手,你们不用管我。 贝利亚,你以为我们小奥特曼和你一样蠢吗?没有点绝招,会乖乖地送上门给你欺负吗?待会儿就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,你可不要哭鼻子啊。 兄弟们,战斗的时刻到了,我们就让贝老黑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吧。 随后,小奥特曼们对贝利亚发动了狗头攻击。 哎呀妈呀,居然是我最害怕的狗头,小奥特曼们,你们赶紧放过我吧,小银河还给你们,我自己赶紧滚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吧。 哈哈哈哈哈哈